斯帕普面罩佩戴法与机器操作注意事项 头戴不平放置枕头上,承导三角或是导梯形状 轻轻扶起头部,将头戴放置后脑勺下方 接下来重点请注意 头戴一定要放置承导三角或导梯形状,后脑勺要对准头戴 可以在脸部容易压红的地方放置软垫减少受压 涂上左边粉红区块为脸部较容易压红的位置 可以用粉扑或是厚的人工皮来当软垫,以上东西药局都买得到 再来请将面罩对准口,鼻覆盖,并且注意面罩三角处要对准鼻头,包覆整个嘴巴跟鼻子 动作轻柔地调整头戴 注意,头戴要由上往下做调整,先调整额头 再来调整下方脸颊头戴,记住动作一样要轻柔 调整的时候,记住要同时将左右拉起,使左右的压力平均 如果受压不平均,会容易造成压伤 接着确认头戴的松紧度要移到两横指宽,不可以太紧,不然也一样会容易造成压伤 再次确认面罩有完整的包覆口,鼻触,确认面罩没有漏气的情形 这样就完成面罩的佩戴方式了 接着是机器操作注意事项 使用时,一定要记得先接上电源才能开机 再来按下开机键,才会启动 注意管子要有气流流出,不然面罩戴上会窒息 接着是潮湿瓶的注意事项 这个是蒸溜水,请将水道入潮湿瓶内 记得加水要加到标示线,不要超过太多,不然水容易跑到管子内 异常状况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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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异常状况 异常状况,异常状况 当管子里进水时,会出现这个声音 请先将机器暂停运转 然后将水排除 再重新接上管路 地主 最后记得要再次开机 确认有气流流出 然后要再次重新确认管子都没有积水 观察面罩有没有漏气 松紧度是不是合适 这样就完成了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中心分院附建病房关心民